一个深坑里,女人突然脱起裤子,男人朝他看了一眼,把她的裤子捡起来,然后把自己的裤子脱掉,但他马上又穿好了鞋,直接男人拿起两人的裤子走到水坑前,把裤子放在水里,完全打湿,随后返回到一堆木棍旁,他抽出裤子的皮带,将地上两根木棍捆到一起,再把裤子紧紧绑在木棍上,一个简易的逃生工具就做好了。 男人抬头看了看,深坑两边都是高达六米的土墙,他想把木棍丢上去,木棍却中途滑落下来,险些砸到他的头,男人没有气馁继续尝试,用尽全身力气重新把木棍往上丢。 这次,木棍两端刚好架在两边的地面上,搭成了一根独木桥,男人赶紧用手往下拽裤子,确认牢固后,一只脚上墙努力地往上攀,然而陡峭的土壁,让男人的攀爬异常艰难,他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,生爬摔下去。 而搭在两边的木棍,其实也没有多稳固,承受着重量的他逐渐弯曲,男人一点一点地往上攀爬着,他卯足了劲,眼看就要到达土墙边缘,刺客却突然脚下一滑,男人瞬间重心不稳,右腿磕在墙壁上。 疼得他发出痛苦的哀嚎,但双手丝毫不敢放松,不幸的是,下一秒,墙上的土块掉落,男人一脚踩空,同时木棍掉下来,让他重重地摔到了坑底,剧烈的撞击让他痛苦地蜷缩在地上,同时他的膝盖被磕破,鲜血直流。 女人急忙上前查看,男人膝盖上的伤口让他不禁头皮发麻,因为上面少了一大块肉,看着都疼。 来不及纠结,女人赶紧从裤子上撕下一小块布来,打湿之后按在男人的伤口上。 男人再次疼得呲哑咧嘴,想死的心都有了,女人跟着着急,但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缓解他的痛苦。 更糟糕的是,就在女人为他包扎伤口的时候,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,很快坑里的水积的是越来越多,如果不想办法逃出去,他们迟早会被淹死在这里。 但男人却很高兴,甚至张开双臂迎接雨的冲刷。 他把女人带到深坑的另一头,让他暂时先躲在高处静静等待。 随着水位不断上升,男人带着他往上爬,先让他抓住垂起来的树枝。 可女人脚下打滑,猛地摔进了水里,不会游泳的他疯狂挣扎。 男人见状焦急万分,奋不顾身地扎进水里营救,两人就这样紧紧地抱在一起,他们只能泡在其妖的水里苦苦等待。 男人想着只要水位继续上升,他们就可以借此脱困爬到地面上,然而他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。 万万没想到,雨下了一会儿就停了。 男人很无奈,但他还是乐观地安慰女人,说雨也一定会再下的。 可等坑里的积水干了,他们也没等来下一场雨。 而且,由于之前伤口泡在污水里,男人感染了病毒,眼睛周围出现了奇怪的黑斑,这让女人感到害怕。 此时,口渴难耐的男人像疯了一样,跪在地上,疯狂地喝着脏水。 接着,他从水里摸起个什么东西,开始津津有味地啃食起来。 女人被吓得连连后退,小心翼翼地呼唤着男人的名字。 等男人转过身来,女人表情瞬间变得惊恐,他瞪大了双眼,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 这是一个六米深的大坑,一对情侣被困在里面。 几天前,他们随着一群人来野外旅游,结果却被一伙神秘的武装分子绑架至山地进行屠杀。 两人逃跑过程中,不慎跌入一个六米深的大坑里。 男人用手捂住女友的嘴,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。 他谨慎地抬头看去,此刻劫匪正拿着枪在上面搜寻。 男人丝毫没注意,女友因为缺氧快有晕厥。 就在劫匪准备离开时,女人彻底晕了过去。 捂在嘴上的手,摔在水面上,发出清脆的声音。 瞬间,引起了劫匪的注意。 男人十分担忧女友的状况,同时也非常害怕被劫匪发现。 只能一边抱着他,更加贴近墙壁,一边小心翼翼地抬头盯着上面。 劫匪朝坑里观望,男人吓得大气不敢出。 好在这时,劫匪被同伴喊过去。 等劫匪离开之后,男人把女友从水里拖出来。 安置好他之后,男人起身查探深坑的环境,想看看有没有出口。 可他顺着墙壁转了一圈,也没找到任何出口。 而且也没有可以攀爬上去的落脚点,男人只能另想办法。 他捡起一根粗壮的木棍,朝墙壁狠狠地砸去,想砸出一个坑来,再借此爬上去。 但他竭尽全力砸了半天,也没能让墙壁掉下了一块土。 只能恼怒又沮丧地丢掉木棍。 男人返回到女友身旁,见他还没有醒过来,便把手打湿之后,拍在女友的脸上。 女人惊醒过来,不由得感到非常害怕,紧张地东张西望,之后在男友的安抚下才震惊下来。 男人用手捧起一口水喂给女友喝,但水太脏,女人立马就吐了,可他们暂时也弄不到干净的水源。 男人抱着他,试图给他一点安慰,两人就这样一起靠在墙边。 因为长时间的折腾,他们都疲惫不堪,很快就睡了过去。 男人手里攥着一个癞蛤蟆,非但觉得不恶心,还像吃到了山珍海味一般。 递到女人面前说,这是一条鱼,非要他也吃一口。 女人只觉一阵反胃,终于呕吐了出来,然后询问男人,他到底怎么了? 不料,此时天空再次下起了雨。 更神奇的是,雨滴刚打在男人脸上,他就清醒了过来,把吃进去的娃肉统统吐了出来。 女人惊喜地发现,雨势越来越大,坑里的水位正在快速上涨。 要不了一个小时,或许他们就能借助福利,逃离这个六米深的怪坑。 可惜,两人走着走着,男人突然开始发病。 他浑身颤抖,面目猙獰,一头摔进水里。 女人不能丢下他不管,急忙冲上去,把他抱在怀里。 结果发现,因为伤口感染,男人已经高烧不断。 他头痛欲裂,开始口吐白沫。 情况危急,女人瞬间慌了,愣在原地不知所措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谁知男人强烈的求生意志,战胜了病毒。 他强忍着痛苦,挣扎着站起身,带女人来到了合适的位置,静静等待水位上升。 很快,积水就漫到了两人的胸口。 眼看时机一到,男人左手抱紧女人,右手紧紧拽住那根垂下来的树枝,然后用力向上爬。 但可想而知,仅凭一只手的力量很难做到。 无奈,男人只好松开抱住女人的手,用两只手向上攀。 可细细的树枝此时突然断裂,两人直接跌进浑水中。 好在男人水静不错,即使把女友捞了上来,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。 但接二连三的失败并没有打倒男人,他紧接着继续尝试,来到深坑的另一边,找到从墙里伸出来的树枝,准备再次往上移动。 然而这时,头痛却突然袭来,剧烈的疼痛让他无法忍受。 男人开始用头疯狂地撞向墙壁,女友见状十分心疼,赶紧把男人拖进水里。 他枪水之后终于清醒过来。 经过这一系列的折腾,坑里的水位急速下降,如果再不抓紧时间, 很可能就会错过这次机会。 顾不上犹豫,男人下定决心把自己用作梯子,先让女友爬上去。 女人踩着他的手臂,双手抓住树根努力地向上攀爬,很快就碰到了深坑的边缘。 于是他直接奋力一蹬,让自己完全跃到上面去,终于逃出了深坑。 女人忍不住喜极而泣,却根本没有注意到男友已经被自己一脚踹进了水里。 直到听到他大声呼救,女人这才反应过来,急忙转身查看坑里的情况。 可惜,为时已晚,水面上早已不见男人的身影,只有一阵翻腾的水泡。 女人焦急慌乱,逐渐转为无助和绝望,她多么希望男人能够浮上来。 但随着水面逐渐平息,她最后一次幻想,被彻底打破了。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电影名叫绝境是一部阿塞拜疆的动作惊悚片,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。